洛杉磯臺灣書院漢學講座的主講人王基青教授 以自身在美國求學的經歷 分享在美國早期歷經過中文教學的困難時期 他也藉由堅實的教育背景 一步一腳印的將華語文教學以及中華文化推向美國主流 到美國來學中國文學 所以我到美國來是學教育的 那個時候中國跟美國的關係很快 所以我們念教中文的人總是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又到另外一個東部的學校 拿到我的doctor degree 然後我回來在Whitier College教了六年 然後我又在Long Beach教了 最後我在UC Irvine教了書 我教書全是教的中國東西 是我自己自修也跟老師學的 可是呢我的degree都是在教育系 including我的doctor degree